大家好,今天很開心來到何理會廣場出席由兩地一心主辦的 新年生夢飛翔青少尼交流團的貴族之類閉幕典禮 我身邊就是Sharon,Sharon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你這次的角色就是夢想不斷星 不如分享一下你的夢想是怎樣的 其實我想我中學的時候的夢想已經是很希望做事音樂 其實我很小時候首先喜歡畫畫 但去到中學階段我發現原來自己對音樂的興趣 就是中愛程度不斷地提升 但畫畫也沒有減退 我心想大了,兩樣都可以做到 我覺得人生就無憾了 結果沒有想過現在做了歌手之後 竟然是有機會去把自己畫畫的愛好拿出來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想做一個畫家 被人潑冷水 他說香港做畫家找不到食價 你死心吧 我記得那時候想從事音樂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覺得我做夢 那我覺得一個人去實踐自己理想的中途 一定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 或者潑冷水 未必全部都支持 但最重要是很清楚自己最想做的事是甚麼 千萬不要那麼容易被人說的事去影響到自己 其實今次的活動都會有一個活動 就是關於夢想心卡的行動 那會不會是你選擇這個活動的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首先要多謝他們 因為沒有想過他們會選擇我09年那首歌 《CUP DEGEDICTION》 原來是真的影響到他們對夢想的看法 自己這件事很感動 都很想能夠親身演繹這首歌 再一次鼓勵他們 我們都很多謝Sherman抽空來我們演場 為我們去唱這首《CUP DEGEDICTION》 可不可以多謝這個機會 你再呼籲一下大家去多些參與義工活動 其實在義工活動當中 不要以為就這樣 一群人開開心心去做事去玩 其實不是 因為你在做義工的途中 你是不只是你幫到別人 原來別人都幫你回頭 為什麼會幫你呢 是你在別人的生活中看到 原來自己有多幸福 還有你在別人的環境中學到 原來別人是有這個韌力的 我自己在這麼幸福的環境裡 我都應該有什麼樣的韌力去面對這個社會呢 我也聽到Sherman很正面的回應 那就多謝Sherman 拜拜 拜拜